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节 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 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服一把 我大半辈子都在种葡萄 二十年前认识的习书记 我还请他喝了杯酒 九八年 当时的省委副书记习近平 就来到我们南平调研 我们南平过去也是农业大师 但是产业生机的比较旺 基层农民对农业技术非常的渴求 种什么怎么种 怎么卖个好价钱 每家每户都梦想着通过自己的田地 赚到更多的钱 习近平提出 农业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的要求 一年之后 师弟就把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下派到村里 225个人下派到215个村 我也去了 师弟给我们这些人一个称号叫科技特派员 2002年4月9号 我见到了正在顺参张敦葡萄园丢员的习近平 没想到习书记对农业特别的赌 一问一答就流伤了 他问我现在葡萄产子怎么样啊 我说一某葡萄有七千多元的产子 他听了之后说那不错 可以发动更多的群众一起种 我们还请习书记喝着自己酿的葡萄酒 现在整个明北山区有七万多亩的葡萄 一年产之六亿多元 上万的农户种葡萄脱品之乎的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了20多年了 从我们最初的225个人开始 现在全国有80多万科技特派员在田间地头 我们科特派有三件宝 单车 干粮 工具包 有的单车 洋长小道随便走 山地 田间都能跑 工具包最重要 随时随地都能给农民朋友进行释放或指导 在习书记的关怀指导下 科特派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数字 解决了技术难题 还帮助农民创造了许多新的经营模式 现在有了这80多万个工具包 科特派就能随时做给农民看 还能带着农民干 领着农民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